Hello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很久没有讲葡萄品种 久等了 最近外面天气真的很热 现在就37度 我就在想 这么热的天气喝什么葡萄酒比较好呢 我的脑里马上尖叫出三个字 长相思 讲到长相思这三个字 我已经溜口水 好馋 安排 那今天呢 就来讲讲喝长相思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走吃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长相思的英文名字是Sauvignon Blanc 是法文Sauvage 野生的 Blanc呢是白色的意思 简单来说呢就是野生的白葡萄 你看法国人给葡萄品种起名字 真的是非常随意 那到了我们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又失意又浪漫的名字 长相思 它是由章玉葡萄酒公司请文人边品酒 边起名 要我说为什么叫长相思呢 就是它的高酸度像极了你单相思一个人 鼻子酸酸的 心里酸酸的 长相思的原产地是法国波尔多 但它由于很好养又不挑 所以在全世界都能看到它的足迹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三个比较有特点的产区 我也挑了这三个产区的长相思来给大家做品酒测评 所以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产区入门 就不用花钱踩坑了 什么看Ivy的节目还可以省钱有这么好的事 爱我的话请在屏幕上扣爱Ivy 很多人在弹幕说为什么这么好看的节目不火 那不要吝啬你们的转发 给更多人安利你们的Ivy吧 谢谢 而且在法国提起长相思就不得不提到卢尔Valley 特别是Sunseer和Pulifumei这两个AOC产区 它们的特点呢是气候比较寒冷 所以呢种出来的长相思酸度会比较高 酒体适中 而且呢果香会比较优雅 有很多像青色水果 比如青苹果或青柠檬 还带有一些草本植物的味道 它最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因为它特殊的土染 它的长相思会有一点点的矿石味 或者是那种烟熏的味道 那我今天买的是Sunseer长区的长相思 我们来试试看 真的这是夏天快乐水 就这样露出来的声音 我整个人都凉爽了有没有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法国的长相思 它有一点点白桃 真的是那种矿石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下雨之后 有没有去外面闻到那股 石头的味道 完完全全就是那个矿石味 哇这个酸度 直接刺到你的喉咙 但是非常的优雅 它这个果香 并没有太多的那种热情水果 是那种青苹果和青柠檬 其实长相思呢 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葡萄品种 就算你在盲亭 它都是会以一个 我是长相思 这样尖叫出场 虽然不同的产区 会有不同的风味和风格 但是它们大体酿出来的酒 都是非常相似的 像它酿出来的酒颜色呢 会比较浅 会有很多草本植物的味道 但它同时呢 会有柑橘类 像橘子啊柚子那样的味道 尖锐的酸度是最最明显的特征 说到长相思的西味产区 就一定要提到新西兰 我也推荐大家入坑长相思的时候 从新西兰产区吃起 新西兰产区的长相思干白 是全世界长相思最受欢迎的产区 特别是马尔堡产区 那马尔堡产区呢 它位于新西兰南岛的北部 特别适合种长相思 而且这里出厂的长相思呢 酸度高 但是一饮有一股 非常强烈的百香果味 没错 就是市场卖贼贵一个的那种百香果 而且它还有一股 难以言语让人上瘾的猫尿味 Ivy 这是要 叫你们喝尿的节奏 我做了一个七年的禅食官 说实话我还蛮喜欢猫尿味的 为了抚吸这个味道 我要借我家的喵新人的爪爪 闻一闻 就闻一下爪爪 就吸一个 没错 就是这个味 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吸爪的扣一 不喜欢的 觉得是怪癖的扣二 今天我买的是新西兰的Cloudy Bay 这也是LVMH旗下的一个酒妆 之前我们做的LVMH系列有很多人喜欢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买了他家这款 来给大家做测评 开 快乐水 偷偷告诉大家 下一期我会做一个LVMH旗下某个酒妆的全线测评 能猜到我要做哪一个酒妆的抠在上面 看你们有没有猜对 我们来闻一下这股 让人上头上瘾的猫尿味 这个百香果 百香果 菠萝 这个猫尿味真的是 那为什么会有猫尿味呢 它是百香果和青草味 这一个马尔堡产区的 它闻起来有很强很强的青草味 它其实就是这个两个的混合 新西兰的那些酿酒师 他也不会特意去掩盖这一个特色 他觉得这股猫尿味就是他们新西兰的 一个骄傲新西兰的特点 那有人喜欢有人也会不喜欢 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一期蓝纹芝士 我现在讲到蓝纹芝士 我未有翻滚了一下 还没看我讲芝士配酒那一期 赶紧翻回去看一下 那股百香果的酸和甜 这个酸度它真的是非常异 它不像我们刚刚那款法国的长香丝 那么的尖锐的酸 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酸 百香果 菠萝 水蜜桃 油桃 还有一点柑橘 橘子 柠檬 青柠 你看这种是多么热情 多么奔放的葡萄品种 我推荐大家真的要试一下 马尔堡产区的长香丝 大开你新世界的大门 对了我看之前有人弹幕吐槽我 瓶酒漱口这件事情 我想说瓶酒漱口这件事情 其实是个人喜好 我平时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我也不是边漱边喝 这多奇怪 你能想象有人在餐厅就这样 我当然不是这样喝的 当我为了好好的阐述一款酒的味道的时候 我漱口的这个动作呢 是能让酒夜很好的接触你口腔的每一个味蕾 你才能非常详细明确的 阐述每一个味道 其实长相似的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 除了我今天买的LVMH这一款 Cloudy Bay比较高贵一点 剩下那两款都是在100块人民币以下 所以呢 它非常适合入门和每天喝 也是为什么它能非常受欢迎的原因 最后讲的产群是我非常熟悉的 加州产群 在加州这个地方 大部分地区都太热 所以这个地方种出来的长相思 没有太多的青草味 反之呢 是油桃柑橘芒果等热带水果的味道 非常讨喜 而且在加州呢 他们不叫Sauvian Bong 叫Fumibong 白富美 那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大佬蒙达比先生 他觉得Sauvian Bong这个名字 已经是烂大街了 要给他起一个比较优雅的法国名字 叫Fumibong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而且在加州呢 长相思大家都会用橡木桶去呈亮 所以呢 会有一点点的香草味和橡木味道 我们来测评一下这一款 加州的白富美 嗯 扑鼻而来就是一股香草和橡木的味道 白桃油桃 它酸度真的比刚刚缓和很多 那个马尔堡跟法国酸度都在这么高吧 它这酸度还下降了一点点 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柠檬跟青柠檬 我喝长相思一般都在下午 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我喜欢的搭配呢 是搭配生蚝次生活的寿司一起吃 任何的蒸煮海鲜都是可以搭 闭着眼睛都没有问题 突然觉得小龙虾也好大 好了 今天看完我们这期葡萄酒小奖堂 你最想试的产区是哪一个呢 是法国 新西兰还是美国 在弹幕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大家有喝到好喝的长相思 一定要在下方留言 造福我们更多的酒鬼们 想看更多葡萄品种给我点个赞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关注转发三连 拍完之后又有三瓶酒要喝 我说实话有人要招聘喝盛酒这个职位 把你们的酒鬼借地发给我吧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